我终于找到他了 我终于找到他了 这块大羽 怎让人做过头 有时让人性懒 有时让人消沉 他能成为非罪之王吗 他能成为非罪之王 好大的一团谜 一团几千万年 天地精华 运溢出来的一团谜 兄弟 喝口酒吧 你知道吗 这一刀下去 绿光应天照地 我唐玉仁的财富 几个滚饭 这一刀下去白了 我唐玉仁头上的光芒 欺可欺 在那些遭人笑话说好无声 这是梅运的仙障 步步下坡 沈东岩 沈东岩 我的好兄弟 只有你才能够给我一个明白的答案 我唐玉仁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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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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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打进缅电了 你说什么 日本人打进缅电了 大哥 你拿去 去操机消息 你跟日本人进攻缅电了 我们带着浴室场 可就危险了 原来是地主边缘 他们没有打过来 他们要是打过来的话 怕整个中国就亡了 你还和他做生意 你做什么东西 你也别教训我 教训你 我还要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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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老老板来了 别打了 日本人还没打过来 自己人倒先打起来 老板 重新上茶 感谢各位给我唐玉仁一个面子 大家坐 坐 我看在座大多数的朋友 都是来自云南腾中 在我们云南腾中和盛 有个图书馆 自从日本人侵华以来 图书馆他每天 把收到的消息印成小报 在腾中散发 日本人的罪行 庆祝难受 他们现在正在蹂躏我们的家园 践踏我们的国土 只要是有爱国心的人 我恨不得咬断日本人的骨头 我是中国人 我热爱我的国家 日本人一旦占领了玉石厂 我唐玉仁绝不和日本人做生意 我们绝不和日本人做生意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但我相信 这也一定是大家的想法 更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共同的想法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你不和日本人做生意 不能卖国 何人能卖国 你不和日本人做生意 唐老板 你那块大运谱 将做何处理啊 也许运回腾中 也许就地卖给哪位同行朋友 我还没决定 总之 绝不留给日本人 大哥 你有客人 小龙总 是个军人 走 我们是和日军应战 伤亡残重 军费吃紧 军队路过腾冲时 我去看你 听说你到惠卡来了 行事经纪 我来找你帮忙 我明白了 你需要用钱 军队需要钱 于人 我们是同家之役了 你爹和我爹在世时 是好朋友 我们同校念书时 也是好朋友 二次革命 军情紧急 我爹找到你爹 也慷慨捐责二十万 现在我远征军 现在远征军伤亡惨重 军费吃紧 所以你找到我 于人 我背负着将士们的血弱生命来找你 我对你抱了极大的期望 在这为难的时刻 你找到我这个老徒学老朋友 谈什么困难呢 岂止如此 我是你来找你个爱国的大商人 有困难 没有毒草 你能拿多少 我这套到惠卡来 是来买毒草 结果找到一块 汉式大毒草 其余的毒料也不用买 我带的现钱不多 这样吧 你给我几天我想想办法 我一定帮你测足这笔钱 于人 你放心 再难我也不会让你空手而回 这是十五万的钱票 在密支那有余难伤人的钱庄 你可以到那去去 余人 那天我帮你准备了两万些 你躺在 这个离我受了 杨当 贴下 赵 对 道德君 这辈子我敬你 以及所有远征军的弟兄们 歼灭日寇 凯旋回来 看 这对翡翠玉杯是当年你爹送给我爹的 我现在借花献佛 把它回赠给你 我若均去 此玉杯将与我同岁 大哥 你可真够爽败的 咱们带的钱都快捐光了 要是给了别的御伤 谁能做得到 奥龙叔 远征军出兵 觉得少汉为十难的屏障 日军一旦攻向了饼殿 一定会倾入云南 可是一旦失手 重新就不跑 不过家又何在呢 我唐宇仁今天捐的是钱 家事们绝的是命 比起唐宇仁的分量 太轻了 大哥 我一直感谢你的恩情 现在更是敬致你的大天大德 我无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我只有给你磕个头 我杨大没白跟你 也是有光 是条阴寒 因为你这么一说 唐宇仁真的是脸上有光 在这边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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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的命把你背回来 现在不得不考虑你的去留了 大哥 你去想卖掉它还是留着 你说呢 连你都看不懂 我就更看不懂了 怎么敢替大哥瞎出主演 看得准才能拿得明白 明天我去找孙冬妍 我打了你一拳 你不生我气啊 有什么大不了的 酒后冲动谁都有过 来 赶紧这杯 再救什么 我来找你 是想问你有关那个大雨同事 有个大雨同事是太乖了 我真的看不懂 事关他的去留 所以特地过来请教你 朋友为朋友 生意上的是我们按规举办 既然我们是朋友 我跟你三成立 我是诚心诚意 想请你去看那块大雨谱 好雨烈 请你下个端雨 那块大师府 我已经去看过了 原来你早就心中有数了 没有 我心里没数了 我心里没数了 你也看不懂 对 我也没看懂 咱们